1636年 后今天从韩皇太极称帝 改国号为大清 随即派出英俄尔代出兵朝鲜 彼时的朝鲜是大明的藩属 就连国号都是明朝开国皇帝 朱元璋赐予的 朝日先明之国 朝先 关系可见一般 皇太极想要南下入关 就必须清除这个后顾之忧 近13万八起子弟跨过鸭鲁江 朝鲜难以招架 节节败退 人族李宗不得不放弃国都汉城 躲到了南汉山城 此城地势险要 易守难攻 那年冬天天气异常寒冷 雪也比往年厚了许多 主河派大臣崔明吉 亲赴清军阵前弹河 一只只箭矢在他马前落地 寒冷的冬天 瞬间更凉了许多 崔明吉大喊 两国交战不斩来时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义和大臣的吗 另一边 一个小女孩正眼巴巴 他看着爷爷带当官的过河 老人此前刚送人族李宗过了河 可就连一碗小米都没捞着 接下来打算给清军带路 只为有口吃的 让孙女活下去 当官的想让老人带着孙女一起去南汉山城 可老人不愿离开 劝说两次无用后 拔出了刀将老人杀死 只为他不能给清军带路 这个当官的是主战派大臣金上县 他一心想与清军决一死战 与崔明吉 是同水火 南汉山城虽然一手难攻 但骑在山顶 粮草不足 退守此处的朝军也未带粮食 饥寒交迫 老百姓还要被抓壮丁去守城 就是这样 兵力也不及清军十分之一 崔明吉说出清军要求 和大明断绝宗藩关系 并将世子送到圣经 也就是沈阳作为人质 话音未落 金上县上殿 作为主战派 他无法接受如此屈辱的条件 清军奔波千里到此地 早已人困麻烦 此时正是决战的好时机 他提议人族李宗御驾勤征 并联系援军秦王 李宗不愿将儿子送出 满朝文武也都群情激愤 于是同意了金上县的提议 南汉山城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铁匠都被抓上了城墙 没有御寒之法 只能在城墙上生火 要知道 火光是会暴露位置的 小伙子差点被将领李石白正法 还好身边的徐铁匠解围 说自己的学徒没当过兵 不懂这些 还提议弄些稻草 给城墙上的士兵做铺盖 能起到郁寒的作用 可弄点稻草 也是要请示国王的 金上县在朝堂提议 李宗恩准 不交出世子的后果就是 人族李宗要亲自出城请退 不然直接大军压禁 崔明吉建议好汉不吃眼前窥 先答应再做斡旋 城内饥寒交迫 城外清军却要啥有啥 崔明吉看到这景象 更明白决战的后果 领路的翻译闹到如此 全以你们不遵守 丁卯之意定下的盟约 才让兄弟之国兵戎相见 崔明吉说出 大哥应该包容无力的弟弟才是 英俄尔代在谈话间拿起了弩 这一件虽然射了后面狂吠的狗 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可汗要来挣钱了 如果不带世子过来 就不用再来了 无功而返的崔明吉成了国贼 群臣高呼杀了卖国贼 崔明吉表示 皇太极真的要来了 并说如果能换来和平 自己愿意交出向上人头 让世子带着我的人头去清军营地 金上线依然主张与清兵决战 人祖李宗 命金上线写下习文 送去给各地军队 命他们前来前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